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 Lim 歡迎收看每週的實戰會考解題系列 今天要解的是23到24題 每週會解說一個題組 試題跟答案我會放在底下的說明欄位置 歡迎各位去下載 影片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會教各位閱讀的解題技巧 第二個部分就是通篇文章的講解 我們先從 Part 1 第一個部分開始解題技巧 各位記得關於閱讀本身 就是在一種尋找答案的一個過程 好,那這個23到24題 這個左邊是題目,右邊是文章 那各位我們就看到 當然第一步我們就先看一下 快速的看文章長相 那這篇文章長相 當然你會看到非常多的圖 那各位同學 你除了看到圖之外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 當然首先各位這個是標題 那標題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到 各位那個單字Dangerously 這個應該不是問題 它就是有危險的意思 那Sugar這個應該也不是問題 應該也不是單字 這是糖 所以我們光是從標題 我們加減就能夠知道 這篇文章它要傳達的是一個比較負面的訊息 關於糖這個東西要傳達的是負面的訊息 那接下來各位除了圖之外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幾個框框 文章總共分成這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跟第三個跟第四個 重點不是在土 重點而重點是在這四個區段 表示文章分成四大類 這樣子了解 我答這邊 文章分成四個部分 我們大概了解文章分成四個部分之後 你先不要急著去看每一篇 就是我是覺得你可能會優先看這個 優先看這個人 怎麼有個位 有個你會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你就先看 各位先不急著看 你只要知道 它分成四個部分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先看一下題目 透過題目來找文章 所以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來看一下它的題目了 那我們可以利用文章的 題目的關鍵字 來快速的定位出文章的位置 進而找出答案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23題 23題答案選項A There are 4g of sugar 我目前在講這裡 There are 4g of sugar in 66g of ice cream 這邊我們有幾個 這幾個關鍵訊息 我有特別把它加注 各位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首先 你看有4跟66 各位這個是數字 數字在文章裡面是非常好找單位 各位因為數字不太會換 懂意思嗎 它就是完全一模一樣 而且你說找數字快不快 非常的快 了解 來那接下來 各位除了數字之外 還有一個Ice cream Ice cream這個一般來說 在考試裡面通常是不太會換字的 通常不會換字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Ice cream 當作是一個定位點 進而回去定位出文章的位置 好來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先看到一下4 各位出現了吧 我們就發現到這邊這邊是不是有個4 來接下來找66 各位來66在這邊 可以嗎 66的位置 好來 那接下來我們再找 sorry 各位Ice cream就是這個了 好嗎 我稍微放大一點 各位等我一下 好 好它現在不讓我放大 好啦 這個軟體有時候怪怪的 有這樣子 原來是我超過錯誤 來這邊 有Ice cream 有Ice cream 4G 66 6G 好來那接下來我把文章位置限縮 也就是說我們要找23題的A 我們只要各位可以嗎 我們只要看這個區塊就可以了 看這邊 好所以我把它剪裁 來我們就看這邊 來接下來看一下題目 這個應該是Gram 就是66克的冰淇淋有4G的sugar 有4G的糖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各位你仔細看 一個spoon 這個teaspoon 這個4G of sugar 所以一個就是4G 對不對 1 2 3 4 各位這個有幾句 這個是有16G 對不對 這4乘以4 非常簡單的一個數學 選項各位 選項它是說66G的冰淇淋有4G的糖 那文章是什麼說呢 文章它是說它有16G 所以各位當然A選項的位置 就當然就不對 可以這個 我們剛剛就看這邊 A選項就不對了 對不對 好來那接下來看一下B選項 我們先把題目看懂 所以各位記得 記得真正要看懂的是題目 而不是文章 然後了解 我們把題目看懂 透過題目的一些關鍵字 我們回過頭去找文章裡面的答案 好吧 希望那個順序各位要釐清 那接下來B選項 他說 A woman can eat as much sugar a day as a man can 好來那這邊它在說 這邊我們有找到有woman跟man 那各位這個woman跟man 通常也是不太會換字的 各位就算換字你也很好找答案 來我們來回去找一下 各位有沒有 woman出現在這邊 我剛才還是跟各位強調一個概念 你看它考的就是 剛不是有說嗎 這邊1 2 3 4 總共分成4個部分 你看它就是按照不同的區塊在考你 它在考你分類好不好 那woman 我們找到了 接下來各位是不是找man man跟woman 通通都出現在這邊 所以我們現在定位出來了 23題的B選項 我們就是專心的看這個區塊就可以了 接下來看一下題目 就回過去再看題目 題目一定要看清楚 女人吃as much as 就是一樣多 一樣多的什麼呢 糖跟男人一樣 女人跟男人 女人跟男人吃 一樣多的糖 那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文章的部分 來這邊有看到a day 對不對 那這邊是不是有看到a day 有對上 然後再來更重要的是 當然這個man跟woman都有對上 好 這個沒有問題的就是文章的答案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男生是 我縮放一下 好 來這邊 這樣我再說一點 好 有一點歪還沒關係 男生是9 女生是6 各位這絕對就不對了 男生9在這邊嘛對不對 女生6在這邊 各位那這邊就當然就不對 所以b選項也是不對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選項c的部分 選項c的部分就是看這個了 先念過去 台灣is more sugar for each person than the US does 好來 各位我們來看看c選項 有沒有什麼關鍵字 是可以幫助我們定位回去的 當然這個選項就是非常的好找 來在這邊大寫字 就是台灣跟US 通常就是都不會換字 各位那是專有名詞的概念 通常都不會換字 好來 那作為定位點 找文章的位置 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c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要找台灣跟找US 當然就非常好找了 各位那它出現在這邊 好那就是還有國旗 它有畫國旗給你看 超級好找對不對 好來來 所以我就把它切開 我就把它切斷剩下這邊 接下來就是專心的看 再看一次題目 把題目看懂 他說台灣吃更多的糖 跟誰比 跟美國比 所以我翻這邊 台灣吃比較多的糖 跟誰比 跟美國比 各位這我是照翻 當然這比較不符合我們 中文在講話的一個邏輯 來 所以是台灣吃的比較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文章 那文章這邊它就有講了 來各位 台灣是17.75 對不對 美國的話是18.75 對不對 所以誰吃的比較多 知道嗎 我再縮小一點 好有了 來有沒有台灣17.75 美國是18.75 所以誰吃的比較多 當然就是美國會吃的比較多 所以選項c 這個選項c 這個也是台灣吃比較多的糖 這個選項c當然也是不對的 OK 接下來各位我們來看一下選項 珠的位置 D 選項D 先看一下題目 400mol 這個就是它的總量 我們在講mol 這ml 應該不是講mol 這ml of rice milk has less sugar than 400ml of grape juice 好來 那這邊好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這有幾個關鍵訊息 各位可以找 首先第一個關鍵訊息 當然就是它的那個 那個那個叫做數字 數字這個通常都不會變 而且能夠幫助我們快速的把文章的位置定位出來 來那接下來各位還可以看到 rice milk 跟grab juice 這個通常也不會換字 所以各位有數字 這個400ml 不太會換字的是這兩個 好那我們接下來回過去找 那這個400我們先找400 各位那400各位在這邊有沒有找到 還有一個400在哪裡 還有一個400在這邊 而且接下來順便就一起看到了 rice milk 跟grab juice 兩個剛好就找到 所以這邊這兩個這兩張圖片 就是我們真正要的一個訊息 再強調一次 你不太需要把全部的文章都讀完 好來來接下來繼續 來那各位它的意思是說 400ml 這個rice milk has less sugar 各位那這個題目你一定要看得懂 less 少 少量的糖 比較有比較少的糖 那跟誰比 跟400ml grab juice 所以 rice milk 跟grab juice 兩個相比之下 誰的糖比較少 當然是rice milk的糖比較少 來接著我們看一下圖片 就看這個就知道了 各位那答案出現了 各位23題的答案就是 有沒有 rice milk它有8個湯匙 沒錯吧 來那grab juice 這個有幾個湯匙 有12個湯匙 所以這個數量是會比較少的 這樣了解 來 來那所以各位這個答案為珠 剛剛這一題的答案為第一選項 那各位那這個整個看起來 23題要找答案呢 本題就是單純在找答案 選項也沒有特別的換字 而我們要解出23題真正需要的線索 這是這邊一個區塊 這邊一個區塊 這邊一個區塊 還有這邊 我們只要把這邊看懂就可以了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難度級別 是相當的簡單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在寫這個題組的時候 你把23題就說 你寫錯了 那就很可惜 各位非常可惜 23題應該是一個得分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24題 不好意思 各位這個題目 24題 來我們首先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就是說 這個兩個分 兩個上 左引號 右引號 這個 如果說你對hidden這個單字 你說這什麼意思 你並不是很了解 那沒有關係 利用這個 左引號跟右引號裡面加的 就是一個專有名詞的概念 各位專有名詞什麼概念 就是通常是不會換字 表示跟我們可以找出完整 一模一樣的地方 能夠把它找出來 好來那各位在哪邊 就在這邊 是不是 一模一樣 再重複一遍 如果這個時候你的hidden 對你來說這個單字 你是產生一個問號的形態的 不用緊張 我們先把文章的位置先定位出來 好定位完畢 那接下來我就把它縮減掉 我們就把它縮減掉 那這個hidden這個單字 我就先不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A選項 先看一下選項A 他說 to help us understand how sugar hurts our body 有沒有help是幫助我們了解 了解糖在這邊是如何 各位那這個hidden應該不是單字 各位hidden應該不是 如果hidden是單字的話 各位你那個國三要會考 就是難度就會比較高 各位那個單字hidden是蠻基本的一個單字 hidden這個字是傷害 傷害我們的身體 好來那接下來我們來對應一下旁邊的文章 各位這裡文章就是我們目前看到這個 並沒有任何一個字講到傷害 各位你懂那個概念嗎 我縮小一點 我們現在 各位好好縮小 我給大家縮小一點 好 好 這樣子好穩 所以有點歪 不過我們現在就是要看 我們現在看這邊 這裡 各位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找出這個字hidden 好來 這邊都不是嘛 這個是各個這個都是食物 全部都是食物 好來接下來就仔細看這邊 hidden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猜 假設你真的不知道什麼是hidden 這個時候你就只好用猜的 hidden跟hurt有沒有關聯性 好不好 就只能夠怨探自己說為什麼單字量不多一點 不過各位文章並沒有說要傷害 這個A選項是不對的 好那接下來B選項 來看一下 to show what kind of food and drinks are popular with children 去展示 看一字是種類的 food是食物 drink這個單字是飲料 我寫在這邊 popular這個應該對各位來講應該也不是單字了 流行 popular是流行 對於孩童來說流行是什麼 各位更不用講 這邊再重複一次 這邊都在講食物 請問這邊這個位置有沒有孩童 完全沒有 各位你選到B的話就很可惜 如果你選到B一個合理的這個詞 我合理的一個理解就是說 你是憑感覺在寫字 你是憑感覺在寫答案 你會覺得糖嗎 糖好像都跟小孩子有關係 所以你就選B 可是問題是你還是要看文章 文章本身沒有任何一個字 講到children 懂意思嗎 完全沒有你就看這句就好了 你有找到children嗎 沒有啊 所以B選項也不對 文章並沒有說到 還有你不能夠用感覺的去寫 那接下來C選項 to tell us that we often have more sugar than we can without knowing it 告訴我們呢 告訴我們什麼事 我們經常 often是經常吃太多糖 more sugar 而怎麼樣 without without這個是介系詞 就是沒有的意思 沒有知道這件事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吃了這麼多糖 各位那這個文章 各位首先呢 各位文章都是常見的食物 各位你仔細看 我拉過來一點 有沒有 各位仔細看 ice cream 冰淇淋 cheese cake cake juice milk cola drink 跟juice 各位這些都是常見的食物 接下來 各位 我們還有哪一個字對上 各位就是這個hidden hidden這個單字它是一個PP 就是過去分子 它的原型就是hide 好 各位看蠻重要一個單字 你如果不知道hide的這個單字 就叫做隱藏 懂意思嗎 那隱藏跟不知道兩個字對上了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必須要填的是C選項 好不好 那這邊就是說 如果說你的這個hidden 真的是不曉得 你在選這一題的難度就會增加 那擺脫不了還是跟單字量有關係 不可能說你單字不曉得 你就笑想說你要考多好 所以各位同學 平常要記得多準備你的單字 接下來 諸選項 to let us know 讓我們知道 how much sugar 多少糖 is enough 足夠 讓這個食物 跟飲料 taste 藏起來 good 很棒 接下來一樣 文章沒有說到taste good 完全沒有 他沒有說到哪邊的食物 藏起來很好 都沒有講到 所以這一題沒有問題 答案填C 可以 接下來第二部分 進行文章的講解 文章的講解 我們來講一下左邊這一塊 這邊紅色字就是危險地 dangerously 就是危險的糖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teaspoon teaspoon是茶 就是一湯匙 在這邊 一湯匙 所以我這邊放大一點 teaspoon就是湯匙 所以你看 男人 我先看一下 講一下標題好了 How much sugar can we have a day? 一天可以有多少的糖 好來 男人9湯匙 女人是6湯匙 小孩子是3湯匙 各位小孩子只能夠吃3湯匙的糖而已 光是吃個冰淇淋 直接爆表 更不要說什麼起司蛋糕什麼果汁 通通爆表 OK 好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篇 第二篇 OK 第二篇這個我沒有 就這樣子講 你看 How much sugar do we have a day? 結果我們擁有多少 一天都吃多少 英國是吃這麼多 台灣吃這麼多 然後美國也是 美國吃的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台灣的吃糖的量也是相當的多 我們吃糖之前我有做過一篇新聞英文 我們台灣的牙齒的注牙率 在亞洲算是 在全世界來講都非常的高 這有一點不是很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各個框框 首先是第一個框框 這文章有點小我稍微放大 就是這個框框 這是這個 它的中文它是這樣說的 有了 Remembering less well 記憶沒有那麼好 Less就是沒有 少的意思 will這個單字是好 因為比較少那麼好 就是沒有那麼好 好來 各位我們往下跳 這下看這個框框就是這裡 它的中文是這 Holes in our teeth 不是頭腦有動 是teeth這個單字是牙齒 牙齒有動 可以 接下來下一個是在這邊 這個框框 Lever problem Lever這個單字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再自己寫了 Lever這個是單字 其實各位 你其實說實在 各位 這篇文章我們真正需要的訊息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根本沒有出現 我們根本不需要讀這邊 結果各位你會發現什麼是 它的圖案是最大的 懂的意思嗎 你以為它很重要 結果偏偏文章沒有考到 完全沒有 接下來各位下面 吃太多糖有什麼壞處 Spending longer time 花更長的時間在浴室 在廁所裡面 就是說你如果變變變太久 大概就是糖吃太多 對不對 好來 接下來就下面這個 它說 feeling worried or unhappy easily 容易 easily就是容易 感覺什麼呢 worried 這個單字是擔心 unhappy 這個叫不開心 這個叫不開心 吃太多糖壞處很多 接下來還有這邊 它是說 looking older than our age 看起來比較老 我是這樣照著翻譯 looking older 這個看起來比較老 then就是跟誰比 跟什麼比 跟我們的實際年紀比起來 看起來又更老 OK 所以各位你看我的臉 你覺得我糖有吃很多嗎 對不對 來 各位來接下來 heart problems problem是問題 心臟會有問題 負擔太重 下一個stomach 就是這邊 stomach problem 就是胃的問題 stomach 胃 接下來就換這邊 sleeping less well less這個單字少 well這個單字是好 就比較沒那麼好 sleeping less well 接下來各位看一下這個地區 這個地匡框框 sugar that is hidden in foods and drinks 所以就是糖 什麼糖呢 躲在食物跟飲料裡的糖 各位後面有個形容詞指句在這邊 不過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這個 你不知道這個是形容詞 對你的閱讀影響倒是不大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解題 我下個禮拜會講解21到22點 歡迎各位接著繼續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